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胖饺子的频道 这期视频呢是一个化妆视频 品牌呢是Wide and Well 我凑够了Wide and Well的一整套的化妆品 我们接下来就看它们好不好用 我们就上妆 我会把所有的产品信息打在屏幕下方和信息栏里的 最近这个浮矿啊,真的是 太差了 我的脸擦过了防晒 先是这个Wide and Well的一个primer 它是一个补水的一个棒状的 Stay Cool 擦上去有凉感吗 就是一个面部粉底之前打底的 它的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它有这么长 我们感受一下 味道挺难闻 就是一股以前小时候吃的一个焦皮糖的那个味道 哇,这这这画不出来啊 断了吗?它是不是断了? 歪了你看看 竟然歪了被我涂的 Anyway,我不太喜欢 就这个味道吧,我就不太喜欢 也没有凉管 粘粘了 也不知道擦没擦上 也不遮毛孔 接下来是这个 Wide and Well的粉底棒 这个粉底棒跟我已经很久了 我有拍这个粉底棒的一个实测 会把链接打在屏幕上方 我的色号呢 是Soft Avery 852B 这个还有多久啊 它跟我那么久了 我赶紧给它用完好了 哦,这个还剩这么点 快点用吧 我们呢 又要搬家了 本来是打算的挺好的 在这儿 住的时间久一点 但是时势 变换太快呀 我们今天拿粉底刷 这个是Sephora的70号粉底刷 时势变化太快 本来想在这儿多住一项的 这个呢 房子呢 环境呢 什么都还可以 但是架不住 发生了重大事件 我就要搬家了 还没想好搬到哪里 所以说 等一切确定了 再跟大家说 这个primer吧 就是有点黏 导致的这个粉底吧 这个粉底棒呢 也是稍微有点黏 这个粉底棒 基本上不遮瑕 但是 它可以 好黏啊 不黏头发了都 但是它可以少量多次叠加 再叠加一下 就感觉 涂了个门涂似的 再叠加一次 把我这个斑啊 黑豆印啊 也可能是我有粉底刷的原因吧 但是正常来说粉底刷 应该会遮瑕力度更好一点吧 很黏 很难推开 可能是因为那个primer的原因 就导致这个脸啊 特别黏 很热呀 今天 光泽度还可以 可能是我冒汗 我要去我妈妈那里了 你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估计我已经在我妈妈那了 妆感不是特别重 但是呢 就是还是遮瑕力度不太好 感觉就已经浮在脸上的那种感觉 这个粉底棒呢 我可能是不会再买了 但是我用过Widen Wild家的一个粉底液 是我很久很久之前了 它是 它是专门针对 混油皮 大油皮的 我当时用过一瓶一整瓶 那个还是很不错 就先这样吧 然后呢 我们遮瑕 买了一个这个遮瑕笔 是和这个Photofocus是一个系列的 感觉有点深 好吧 感觉这个遮瑕深了 我们还拿这个粉底刷给它晕开吧 因为它稍微有点深 拿这个粉底刷呢 稍微带一点 这个遮瑕如果是不上底妆的话 颜色应该差不多吧 就是因为它和这个底妆 这个粉底棒可能颜色不太匹配 遮瑕也一般 但是比较水润 遮盖力度不是很高 不喜欢不喜欢 接下来是定妆粉饼 买了一个白色的 透明的定妆粉饼 它还是Wagon的 里面含有T tree 和维他命E 没有味道 是没有颜色的 看它非不粉粉 一般情况下都是非粉的 也是这种塑料包装 跟那个Essence加差不多 哇很非粉 非粉到怀疑人生 我今天也不要去哪里 但是就全脸定一下妆吧 瞬间脸就变雾面了 感觉这一块 应该也很快就会用完 看脸上的光泽瞬间就没了 然后它有缩小毛孔的感觉 这个毛孔 上了35岁之后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的这个脸会垮下来 什么叫垮下来 就是这两边 就是会放下垂那种的 不是那种提升的那种感觉 好吧 也许是我想多了 但是我觉得过了35 真的是身体啊 容貌啊 哪里都会有变化 瞬间变雾面了 瞬间感觉有点柔胶的效果 除了它这个非粉特别严重 其实这个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的步骤呢 就是画修容 这一块修容是我 已经有很久的了 然后这个修容呢 是它家的 卖爆款的修容 它是修容气垫 它家也有腮红 然后它腮红都卖爆款了 都没有货了 我就没买 但是它家的这个 修容竟然有一块 所以说我就赶紧买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它 气垫修容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它是带一个粉扑 然后我们少量多次 试一下 从来没上过这种 气垫式的修容 哇 很深的 拍开 很容易拍开 真好啊 这个 这拍开的 效果不错 看这边 很容易就拍开了 哇 这个气垫我爱了 好想买它家的那个 气垫的腮红 就是没货 我是在它家官网 打七五折的时候 购入的这些产品 大脸盘子这 双下巴 这个地方 很容易就推开了 晕开 它家的这个腮红 肯定也是很不错的 可以去 药妆店看看 对 Wogrens CVS什么的 哇 太赞了 好美啊 嗯 喜欢 爱了爱了 希望 希望它不要干的那么快 看它这个设计 这底下还有个 挡着这个粉扑的地方 还是蛮好的 然后说一下这一款修容 这一款修容吧 它是带 闪粉的 哇 肥粉太严重 它是带这个闪粉的 带金粉里面 所以说我们就涂一点点吧 就是打在这个 修容的上面 夏天嘛 就是脸上就是光泽感多一点 应该是可以的 就打一点点 天呐 这个修容 太肥粉了 你们有这个修容带金闪的吗 我只有这么一块 我所有的修容里 只有这么一块修容 是带金闪的 冬天应该不太适合 但是夏天应该还可以 然后腮红 把了一块 这种像 裸色 露的的颜色的那种 腮红 然后这个里面吧 也是带点细闪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偏 陶色一点 然后也有点 nud的颜色 腮红刷走起 这个肯定也飞粉 哇 没有一个不飞粉的 嗯 颜色还蛮好看的 这也太肥粉了吧 就没见过 比他们家还肥粉的 有肥粉 没见过这么肥粉 它这块腮红上面 也有带细闪 所以说咱们就不涂多了 总觉得这个自己的脸啊 夸夸的 这块腮红 除了飞粉 的毛病之外 其他的都还可以 颜色蛮好看的 其实 它呢就是带有细闪 所以说也是比较适合夏天 冬天就算了吧 这感觉冬天还是雾面的比较好 带细闪的腮红 哇 很久不化了 感觉太阳下午这一块都是亮的 然后我们涂高光 然后还要让脸上亮上加亮 高光呢 买了是这个 带小星星的 然后呢 它的色号呢 是Golden Hour 感觉这个高光比较偏金 我们 少亮一点 感觉这个金吧 像是 夕阳下的那个金 还不是朝阳的金 这个不会也飞粉吧 不上色呢 这个一点也不飞粉 哇 我这哪是少亮 这简直就是多亮 蛮不错的哦 还比较自然一点 但是觉得这个颜色就是稍微不太适合冬天 也是比较适合夏天 今天的妆容好像都比较适合夏天 就是这个太阳洒下来这个 哇 接下来把口红先擦上 嘴就也有颜色了 买了一个这个口红 上面戴小唇的 有没有觉得它跟哪一个戴小唇的一样 嗯 它的色号呢 是fire fighting 哇 一听fire fighting 大家都知道啦 那就是大红色 买了一个大红色的 它应该是比较滋润 给大家先手臂试一下色 小点小点别断了 颜色的还可以 它是特别滋润款 不是雾面的 看它有光子 还可以耶 特别滋润 滋润到滋润到很油的感觉 肯定是不持久是肯定 但是性价比很高 然后我们画眉毛 眉笔是我在亚马逊上买的 我买完这些wide and wild的产品之后 发现我竟然没买眉笔 所以说在亚马逊上买了一根他家的眉笔 然后正面也是带小刷头的 我们画眉毛就不说话了 眉毛画好了 我眉毛买的这个色号呢 是ash brown 648a ash brown 感觉有点深了 给你们试一下这个颜色 挺creamy的 然后特别上色 特别上色 新手不友好 而且它呢 跟那个essence家的那个眉笔一样 就是它用一下 然后就没了 用一下就没了 我觉得这根眉笔应该很快也会被我用光的 用一下就转出一点 用一下就转出一点 接下来我们上眼妆 我买的是这个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一直就是我想买的 曾经也是听过博主推荐过 所以说我对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好奇 正好趁这个妆容视频我就把它买了 嗯 我的这个色号是765A Wine and Well Wine and Well 765A 它后面还有教我怎么画哪一层哪一层 我们就随性的画 这里面呢就是还是暖调 大地色 红棕色系的 先拿这个打底 这个打底都已经很深了 不用想肯定非粉 我们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妆吧 然后呢我们画一个这个橘色的 感觉这个橘色也是比较适合那种枫叶红 你看 像这种非粉的眼影啊 如果是后画的话很容易就会落到脸上 一会儿拿那个定砖粉饼的刷子 刷上 扫一下 感觉挺好的 嗯不错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手 拿这个金色的 涂在眼中涂一点点 涂金的好吗 涂金的不好 拿这个旁边的这吧 金的会不会跟那个火眼睛精似的 就拿旁边这个稍微再低调一点 哇很绵 手上的非粉也在催掉 然后给它晕开 就是眼中提亮 带一点点金粉 闪粉就好 这个都已经很金了 它要是中间的那个更金的可怎么办呢 感觉这个吧 感觉实用性 不是很高 因为它太金了太深了 而且它这个打底色吧 都有点深 好吧 我们再拿这个颜色打一下眼头和画一下眼下 这个真的是特别上色 你们可得小心 画好了 我们用这个深的黑黑的这个颜色 作为眼线的颜色 拿一个眼线的刷 然后上一下 这个是虫黑色呀 就没有画出眼尾 但是呢 我也买了眼线笔 所以说呢 等会拿眼线笔画出眼尾 就是打在睫毛根处 刚才那个黑色的眼线 买了一个它家的液体眼线笔 我说过我再也不买那个笔状的眼线了 这个它会扎眼睛 所以说我以后就买这种液体 我买的颜色是黑色 主要就还是 哇好黑呀 哇出水很不错 就是打在睫毛根处 然后我想画出眼尾 它的这个笔头还是比较硬的 有一点点扎眼睛 但是还好了 比那个铅笔状的那个好多了 感觉这个也是很快就容易干的那种 应该也用不了几回 就眼部状容画好了 对 我买了一个它家的睫毛夹 也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是一个粉金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 颜色倒是蛮漂亮的 夹一下 夹一下 然后买了一个它家的睫毛膏 它的这个外包装是蛮好看的 Mega Lens Mascara 色号呢也是very black 纯黑色 很久没用过别的睫毛夹了 这第一回用别的睫毛夹 就感觉不一样了 这夹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 就是它这种很硬很死板的那种 不是很圆滑 不过它的这个弧度倒是蛮好的 不容易夹到眼皮 那就上一下睫毛膏 对 这回我发现了它家的这个头小的 小头款 不知道能不能上手好用 终于发现了一款欧美系的是这种小头的 不是那种胖头 哇感觉不错 这个出水量也不是很多 也不起苍蝇腿 但是吧它这个不够鲜长 鲜长的效果不是很好 不过这个刷头我是爱了 嗯清清淡淡的 夹一下另一个眼睛 就没有一种睫毛膏 然后就是涂上之后它自己就会剪翘 然后它自己就会牵长 自己就会浓密 三合一 那多帅气 都不用夹睫毛了 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定妆喷雾 买的是这个 也是Photofocus 是这个粉底液家的一系列的Photofocus家的这个Natural Finish Setting Spray 它家有很多Setting Spray 然后呢 All Day Wear 准备好我的小风扇 没有什么怪味 没有什么香味啊或者是口水味 它的这个顶上会有刻度 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这个刻度是干嘛用的呢 整理一下头发马上回来 画好了给你们仔细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妆容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快速说一下 Widewell家的产品我都喜欢哪几样 首先呢 先吐槽 这个primer千万别买 这个primer 又黏又油厚重 不喜欢 然后这个棒状式的粉底 我也不太喜欢 虽然是它特别方便 几下就不好了 但是还是觉得 那个液体的 会遮瑕力度更高 会更持久一点 这个遮瑕吧 就是颜色深了点 但是它还是比较水润的 遮瑕力度也是一般 不推荐不推荐 说一下它家的这个定妆粉饼 这个定妆粉饼真的是很好 除了它肥粉之外呢 没有任何毛病 遮盖了毛孔 瞬间变雾眠 至于它的这个持久性呢 就不知道了 这个两个修容呢 当然是这个修容气垫的 而且特别推荐这个修容气垫 是我所有Widenwell这些产品里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修容气垫 超级想入它家的那个气垫腮红 也应该不错 至于这个带闪粉的这个修容呢 也就夏天吧 这个要不没办法 一般接受不了这种全脸这一块 整个脸颊上都是亮的 一般接受不了 除非你开party 或者是需要带妆拍照什么的 但这个修容真的是太好了 太方便了 就长型的 然后呢它拿它里面的那个粉铺 一下就晕开了 特别明显 而且还是雾面的 特别好 爱了爱了 这是最爱的 然后这个腮红 这个腮红也还蛮不错的 除了非粉之外呢 没有什么毛病 然后这个颜色也还可以 当然了 还有就是它里面带细闪 所以说呢 如果你冬天想涂带细闪的 我是不推荐的 夏天呢 可以带一点细闪 就相当于脸上这一块 腮红 都是太阳撒到脸上的那种热的红 然后这个呢 属于那种桃色 然后裸色系 这个高光我是不喜欢的 这个高光就是像 夕阳 洒下来的这种高光 而且你要特别少亮 因为它这个属于那种金色 金色系的 像我这种自然肌肤的 还是要注意 要少亮一点 但是它呢 就是不会使脸 有那种粗糙的感觉 而且它是这里面 唯一一块不非粉的东西 是唯一一块不非粉的化妆品 接下来说这个口红 口红颜色 嗯 就无功无过吧 就没有说特别喜欢 也没有说特别反感 夏天就是 是唇部亮亮的 还是可以的 比较滋润 接下来说这个眉笔 这个眉笔呢 比较不适合新手 它上色度特别深 特别容易上色 而且我买的这个是纯黑色 我实在是不推荐的 你们可以买一个稍微 再浅一点的 我买的这个是 Ash Brown 还是不推荐的 就是有点太黑了 不知道这个 Brown 怎么都蒙 蒙出这么黑 然后呢 它这个和Essence 那个眉笔一样 就是你涂一个眉毛 要扭很多次 这个眉笔就是很快就会被用了 这个眼影吧 就是性价比在哪 还是可以的 就是日常妆容啊 或者是你秋冬画一个枫叶妆容啊 都还是可以的 性价比很高 你们想入手新手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然后说一下这个眼线笔 这个眼线笔 真的就不推荐了 它这个就跟那个Marker眼线笔一样 就是你画完一个眼睛 根本就画不了另一个眼睛 它就干了 它这个干的特别快 我觉得这个也就用个三四次 应该就再也出不了水了 这个睫毛夹 其实吧 它的这个弧度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弧度在这儿 就是还是可以的 就是夹 翘这个睫毛 适合亚洲人 但是吧 它的这个质量啊 是真的不如那个滋生糖 或者植村秀的那个睫毛夹 睫毛膏 爱了爱了 是我现在目前为止 所有的 睫毛膏里 就是这个头最细的这一款 我爱了 这个睫毛膏 我应该是会真真正正用完 因为它比较好 但是呢 我这个睫毛吧 就是还是先天条件的原因 没有画的更长 没有画的更卷翘 它写的有加长的效果 嗯 没有加长的效果 就是一点点吧 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种 千长的效果 最后的这一款 这个定妆喷雾呢 就是无功无过 它也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定妆效果也不知道 它也没有带雾面 也没有什么光泽度 就是一个 嗯 平常的一个水 以上呢 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们喜欢 这些Wonderwell的产品里的哪一些 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拜拜